籃球場上大學生系隊進行比賽 但是注意看 這一位17號球員實在太狠了 旁邊新上工作人員 記錄比賽過程 幾乎每一次進攻 球到了他手上 手起刀落就是三分出手 新聞畫面看到的每一個鏡頭 都不用重播剪接 因為每一次他的出手 幾乎全部投進 在練手桿嗎 中央經過現場統計 17號球員上場時間約兩截半 大約30分鐘 一個人砍進23季三分球 拿下69分 命中率更是驚人的24中23 5 7 7 7 沒有啦 這個應該是最狂的一次 就是故意要創紀錄 就是我們想說就是看能不能 投多少顆 只是那一場就可能手感比較好一點 畫面中的17號球員是 濟南大學國企系碩士班 畢業的廖君豪 身高187 當時小邦介紹他自稱 是場上全能外掛的無解存在 2023年畢業後 在台北從事行銷工作 我的教授他去學那個剪 就把我進球的剪一下 然後放上去 結果好像蠻多人看的 廖君豪說過去最高紀錄一場比賽 曾經過十多個三分 當天是手感真的超級好 成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沒想到教授將影片剪接上傳引發討論 雖然目前沒有投身直安賽場 但熱愛籃球的他 還是參加假日聯盟 繼續在場上發光發熱 TV新聞陳家貴 南投採訪報導